女人喜不喜欢你,就看她和你聊天就知道了 一个女人喜不喜欢你,通常她的表现很容易看得出来 往往在与你的对话中,她有什么样的态度 她与你说什么样的话,都可以清清楚楚 她在和你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过 1. 态度 女人通常喜欢你的时候,与你的对话也会比较认真 并且会把你所说的放在心上 但是一个女人若不爱你的话,通常对你的话也是置若罔文 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 喜欢你与不喜欢你的女人,通常在与你对话时的态度 便能看出她是否是在真心待你 不真心待你的女人,不用刻意,无心的表现便能明白1. 2. 话语 通常喜欢你的女人,她与你聊天的时候 不会用过分的话去伤害你 并且在语气上也会尽显温柔 但是对于不喜欢你的女人,哪里来的柔情 在与你对话的时候,不仅是语气冷淡 并且与你的话语中,也会从来不留情面 想怎么损你,就怎么损你 至于在外给不给你留情面,全看她自己心情 3. 情绪 她在与你聊天时候的情绪 情绪经常是阴晴不定 对你发脾气更是常有之事 虽然有些脾气暴躁的女人也会如此 但通常是因为她觉得你太蠢,才会发脾气 为什么会觉得你蠢,是因为她对你的情意 不像你对她那般深厚 你对她来说可有可无 分手也是你伤心要比她多 女人喜欢不喜欢你 通常在与你聊天的过程中便能看出 一个爱你的女人会对你百般温顺 但是不爱你的女人,则就像是雷区 很容易触碰到她的暴点 对我说她的暴点